那這邊就是下一位講者的話 其實也是台灣人也在國外 然後但是講一位講者有點不太一樣地方 就像Ariel剛他提的是一個德國的案例 那其實等一下我們講者東坡 他其實會針對在台灣 他可能去做一些不同部會資據上面整合的一些 遇到困難的以及應用上面的一個經驗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下一位講者替我們分享 各位好 今天要演講的題目呢 是資料都開放了 然後讓我們一起補出知識的樂章 這是一個非常俏皮的題目 那透過這俏皮的題目我們來談嚴肅的話題 那當然這也不是什麼嚴肅的話題 只是可能過程裡面很多的這個 很多的技術內容可能大家比較不熟悉 那等一下講一講可能大家都被我講到頭暈 那問如何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為什麼要講這個talk 然後最主要呢 是因為我們現在的資料平台上面也非常多的資料 那這些資料這麼多的資料裡面呢 到底我們還能夠做一些什麼事情 那這些很多的資料事實上就代表了這個在 投影片的右邊投影片裡面的data silos 我們非常多的資料 但是資料之間似乎很多資料是沒有關聯在一起的 沒有沒有整合在一起的 那是不是能夠透過一個方式把這個資料都丟在 同一個地方就好像一個湖一樣 然後呢最後我們很容易的在這個湖裡面 把湖水繞出來之後呢 就資料就整合在一起 然後我們就可以就可以來使用 那這也是這個這個talk的最主要的目的 那所以 要講資料整合事實上知識呢 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啦 那資料化服務呢 也同樣的要有資料化服務呢 事實上資料整合也非常的重要 那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事實上很大一個重點是在於 怎樣利用知識為底層 然後來做資料整合 那我們現在提一個案例 就是說在資料平台上面呢 事實上有超過170里以上的步道資料 那這些的資料呢 各位看到有些資料其實是有重複的 那有些資料其實有藍貴重複呢 那格式也不同意 比如說地理資料的描述方式 那這像步道呢 大家可以分成三個大類 第一類型的是旅遊方面的資料 比如說交通部觀光局的步道資料 或是客委會的通告步道資料 那描述的就是比較旅遊的資料 那衛服部的部分呢 就是比較比較描述的是健康的部分 就是說消耗卡路比 然後健手公里數啊 那林務局他所描述的資料呢 就是比較是屬於真實的地理位置 讓使用者知道說 真確確的地理位置是在哪裡 就是比如說能夠GIS資料 能夠真的跟地圖套底的資料 那這些資料呢 是不是能夠整合在一起 如果他描述是同一條步道的時候呢 事實上就應該整合在一起啊 那使用者才會比較方便的去使用啊 那是不是能夠透過比較方便的方式呢 讓這些步道資料能夠整合在一起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這個talk裡面最主要的 要講的事情 那要講這些事情的時候呢 回到政府的政策裡面 事實上這樣子的資料整合的事情呢 在每個國家政府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喔 我們就來看美國 那美國呢事實上2005年開始呢 美國事發出文國無故就開始發展這個NIEM 就是National Information Exchange Model 這樣子的一個資料交換模型 那這個資料交換模型呢 是跨越的這個聯邦州地方和部落政府 還有四部門的部分 使得資料能夠串結在一起 然後呢 這些資料的模型呢 也部署在這些機構當中 來做這個資料治理的一個基本 那2010年開始呢 有陸續更多的政府的這個 美國政府的部門就加入這個NIEM的制定 那所以陸陸續續現在已經經歷了七次的這個 這個資料這個版本的更新啊 現在已經到4.0了 那一樣呢 到歐盟歐盟的公共服務的 附操作性架構裡面呢 就如同一面所示喔 那事實上 譬如說最底層的服務跟工具 以這個開放資料的平台來講的話 那一定會有一些guine line 那這些guine line是來自於一些 一個framework 那這個framework 就是一個互操作性的framework 那這個陸續framework呢 事實上來自於上層的另外一個叫Strategy 就是他的策略 那這策略呢 就是在這個歐盟政府的指定裡面呢 都會提到說他們策略是什麼 那根據這些策略呢 的framework是什麼 那以互操作性的這個架構的 互操作性的架構來講呢 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在於這個電子化核心 電子化政府的核心與會的制定 那所以 歐盟政府為了要出進這個互操作性 interoperability 所以他們就開始組手續制定核心與會 那這個核心與會目前就有四大項 包含的這個商業 位置 人 跟公共服務四種 那這四種也是他們認為最核心的部分 就是大家最有可能共同應用到的部分 那同樣的我們來看亞洲國家裡面的日本 日本其實也有一個叫共同與會機牌 當然大陸的發展跟其他歐美國 就是歐美國家的發展其實很像 但是他們也想要透過這個方式 讓公司部門開放資料 或是電子資料的行政服務 能夠更加的流暢 那所以也去制定這共同與會機牌 那這共同與會機牌的內容 事實上跟無論是MI 或是這個 歐盟的那個護照性性架構很像 就是說它最核心就是 最底層的部分就是核心與會 然後會有領域共同的與會 然後再去串接這個領域固有的與會 也是說他們企圖透過這三層的架構裡面 透過核心與會再去跟其他 固有領域裡面的共同與會 做一個比較好的過度的傳接 那同時也邀請的業界或是企業的技術與會 來去做比較好的這個串接的部分 那這是日本的共同與會機牌的結構 那為什麼要談到這些與會與會跟標準的與會 最主要就是其實跟開放資料是有關係 那各位都知道開放資料的五星等級 那當然台灣比較常提到的是三星等級 不會提到四星級或五星級 那其實四星級的開放資料就是把Stream變成定 就是把資料資料內容變成一個事物 那五星級就是把這個定的事物連接起來 那怎麼做其實就是透過這個linkedata的方式 那linkedata的四個原則就是Tim Berners-Lee所提出來的 第一件事情你必須要把所有的train 是把它當成事物嘛 那你就要把這個事物給它一個UI 或是URI 那人們如果透過這個URI 用HTTP用browser去看這個URL的時候 或URI的時候呢 它可以查到這些真實的名稱 然後也可以知道更多的訊息 那除此之外呢 它可以透過這個標準的語言 比如說DF或Sparkle的方式 去查到它所要的資訊 然後也可以透過這方式 再去鏈接其他事物的URL 那這就是Tim Berners-Lee所倡議的linkedata的原則 那這原則聽起來很簡單 但是做起來其實不容易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什麼叫做RDF 簡單來講RDF就是一個三元的架構 那這三元的架構裡面呢 一個很大的重點是 所有的三元的架構 無論是這個提到的subject predicate 或是option 都必須要用URL的方式去做表達 那這些表達呢 而且一定要有三個 組成三個才是一個triple 那這樣的組成方式 事實上我們可以從一個 管理室資料表裡面去查覺 就是說比如說這個通訊面下方裡面 有一個欄位是作物 有一個欄位是地點 那韭菜在比布廷 也可以說韭菜在比布廷被發現 也可以說韭菜在比布廷被買賣 到底他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我們光看這個資料表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知道 韭菜跟比布廷之間真正的關係是什麼 那當然你可以在哪一個欄 再多一個欄位去描述 他們兩個之間的關係 還是做得到的 但是他就必須要再加速非常多的內容 那一樣的方式是說 如果用三元的資料表達方式 當然你就可以去描述說韭菜 就是種在這個比布廷 isprinted 他就可以做這樣的描述了 韭菜isprinted 比布廷這樣子的一個組成 就是一個三元的結構 有了這樣三元結構概念 大概我們可以來講一下說 近幾年來比較流行的 像Nallege Graph的知識圖譜的部分 其實知識圖譜就是我們過去在講 這個知識本體的一個擴充板 就是說現在的知識圖譜裡面 比較不重視這個比較沉重的 它舉的一個設計跟運用 而是比較朝向於輕量化的schema的方式 那他所做中的是在於這個 剛剛講的三元架構的一個組成 就是說實體跟關係所組成的一個資料空間 那他用於了解的領域模式 去取代複雜的資料模式 那複雜的資料模式 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這個像Oncology 或是觀念資料表裡面 很複雜一個schema的方式 然後這個schema是一個schemaunread 而不是一個schemaunwrite 什麼意思就是說 這些schema事實上也包含在資料裡面 而不是拆開的 就是說不是先例選在某一個地方 比如說database schema存在database裡面 但是你拿到資料的時候 你不一定拿到這個schema的部分 那但是讀卜呢 他一般來講他就整個都附出去了 那他也比較容易整個更多不一樣的資料 那schema是輕量化的時候 他很容易整個 而且更容易整個不同型態的資料 比如說structural unstructural資料 事實上都有機會整合在一起 比較不像過去我們在談知識本體 這麼的嚴謹 但是他還是具有這些正規化的知識 表達或語意的表達 所以他還是可以透過機器 說推理跟處理 這是比較有趣的部分 這也是為什麼Google 近年來大量使用這個NagyGraph當成他社區安全 很重很底層很重要的原因 那這個talk裡面的主角 當然就是談到這個產銷履歷 那產銷履歷在這個操作 事實上從過去的兩三年裡面一直在做 這樣同樣的事情 那我們先來回顧一下過去一兩年裡面 我們做哪些事情 那這是過去所做完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把一個產銷履歷裡面的內容 把他的商店跟燦丁拆解出來 然後拆解出來之後 再去跟衛福部的視頻業者登陸 還有經濟部工商登記做一個串連 用奧爾的SENMAX的方式做一個串連 當然也透過這個 也透過這個地籍的 地籍的內政部的這個地籍的服務 去找到他每一個地籍秋塊的SY坐標 然後使得這個種植的地點能夠 比較金屬會得資 那當然我們去鏈接很多這個 其他的資料部裡面得到 這個農產品的價格資訊 跟他的產量的資訊 做一個進一步的服務 在前段的部分是透過browser的方式 這browser我們做一些處理 就是說我們自己去開發出來一個 這個extension 然後這裡 extension是利用RDF的這個 RDFLibre這樣子的一個JavaScript library 然後去因為用這個library 所以我們可以用Sparkle的方式 去做Fed-Recordery 然後把存在不同的Sparkle Endpoint裡面的資料 撈到之後在後端 就是在這個browser端這邊 做一個資料的整合 然後使得他自己在前端的HTML 就是說在前端的部分做顯示 應用的對象當然就是食譜網站 這邊台灣的部分當然就是用iCook的方式 那食譜網站有一個特點就是說 他們大量使用SCHEMA打入理會之外 這個網站資料 網站的內容也用這個 也用了這個microdata 或是這個jsonld的方式去做資料包裝 所以他的資料是版成結構的 那因為他結構 所以我們不用去把整個網站爬過一遍 然後我們只要食用者的地方 到哪一個網站 我們就可以快速的透過這樣子結構化資料 得到比如說這個內容物裡面的食材 食材跟我們的農產品能夠對應上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食材的查詢農產品 然後就可以告訴他這個農產品 在哪一個商店有賣 或是在哪一個餐廳有賣 那同樣方式日文即使也是很類似的方式 那這樣的方式 除了這農產品查到這個商店跟餐廳之外 當然我們剛剛提到過 就是說他還可以查詢這個 裡面的這個農產品的價格跟農產品的產量 那產量跟價格之間 事實上透露的一個文藥的關係 就是說產量越高 這個價格當然就越便宜 那他可能是當季的食物 那如果產量很低 然後價格高的時候 有可能就不是當季的食物 那就可以依照這樣的關係 那建議使用者說 你要選擇吃或是不吃 然後推薦你現在要吃的食物是哪一種 這樣子 那也可以透過這方式 再回去去看這個所有的產業履歷的內容是什麼 那現在頭裡面顯示出來的這個服務的 這個link裡面就是這個產業履歷的內容 那因為有一些農作物的名稱 已經中文跟日文做對應了 所以一樣的方式 你可以透過透過同樣的東西 透過日文的網站或中文的網站 去查日本的這個產地 譬如說這是蘿蔔的產地 那也可以透過日文的這個食物網站 去查日本的蘿蔔的產地之外 也可以知道台灣的這個蘿蔔的賣的商店是哪些 那其實這個都是這個 這內容都是因為你是要做事實上串聯之後 串聯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做更多的查詢 那如果你要知道更多的內容的話 事實上你可以看YouTube這個demo 那你可以知道我們做的事情 到底做些什麼事情 那如果你有興趣 download這個link服務的這個growth extension的話 使用過程裡面可能要注意就是說 我們把餐廳跟那個餐廳跟商店的服務 已經暫時的關起 因為是server的loading太大 照常常當機 那如果你好興趣使用的話 你跟我講 那我可以暫時把它打開 幫你去玩一下 接下來是這一次清的部分 就是說產銷履歷一定有詳細的履歷資料 這詳細的履歷資料 就是這個產品裡面從頭到尾 被操作過程 這是這個水稻的資料 從他的從他這個開始拆案開始 到最後收成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那透過這個內容 我們知道我們就可以 詳細的了解這個產品 做哪些事情 那這過去都沒有處理 是因為他其實是要透過另外連結 再把資料拿出來 但是這次我們特別把這個資料再拿出來 來做往更深一層的這個連結 那首先我們必須要設計出來 一個農業活動URL 去把剛剛所提到這些一系列的農業活動 對於這個農產品農業活動 操作農業活動把它包起來 那以這個施肥跟農藥為例 上面那個就是施肥 Fertilization Operation 跟Pest Control Operation 那這兩個人就是一個施肥 一個是農藥 那在這樣就是說 先描述了這個農業活動 與會之後 接下來就是這一個追溯碼 那在哪一個時間被操作 那透過這個URL設計 我們就可以把資料塞進去 那值得一提的是說 這些農業活動與會 事實上是跟農業活動的 知識本體做一個對應 就是說我們參考了 日本農業活動的知識本體的與會 然後再來設計台灣的本身的 那為什麼不完全用 是因為日本農業活動跟台灣 還是有點不一樣 不能完成的全部的使用 然後我們做過一個事實上調適之後 還是可以用 但是就是把它對應到 這個日本農業活動去 相互的對應 好 那剛剛講的這些URL設計 各位就可以看到說 像這個追溯碼 這麼長一串的這個 玉皇米 兩隻米 的農業活動 就會被用URL方式 被串連起來 那你在點進去URL裡面 就可以看到更詳細的資料 那這個更詳細資料有什麼 比如說如果是施肥跟農藥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 施肥跟農藥 施肥跟農藥的部分 有更清楚的是 他是哪一種肥哪一種農藥 那這個在另外一個 這個農產品的 產消理系統裡面 有更詳細的記載 如果我們拿到這些資料 就可以再往下的延伸 那接下來就是他往下延伸的部分說 如果我使用這個農藥 比如說以這個投影片裡面的 這個陶石松特殊面為例的話 可以看到這一個農藥的部分 就可以再點這個農藥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他使用的是這個農藥的劑量跟這個農藥 這個農藥的真實的描述 事實上在另外開放資料裡面 也是農藥的資料裡面 農藥資料集裡面事實上有描述 農維開放的農藥資料集有描述 所以我們就可以再去連接 農維所描述的農藥的資料集 這個就是連接到農委會農藥資料集 但是農委會農藥資料集裡面 就會描述農藥的 比如說他的使用證號 然後他的成分 還有他的技型 或是他的一些測試上是什麼 比較詳細的內容 同樣的肥料的資料裡面 事實上我們也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去做資料串接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描述的那幾個UIL裡面 是描述他們施肥的這個動作 這個施肥的動作裡面的記錄了 他使用的是這個肥料 這個肥料在農委會的肥料的資料集裡面 事實上可以知道更多的資訊 就是說他是哪一個工廠所製作的 然後他的成分是什麼樣 他是屬於哪一種性質的肥料 他的證號是哪一種 下面一連串的UIL 可以看到很長那一串 事實上就是每一個有施用肥料 這個操作使用到這個肥料的 一樣會有串接過 所以他就是一個複雜網路的網狀的一個結構 另外一件事情 事實上我們是對於這個 農作物的統一的名稱跟代碼做一個延伸 就是說 這個是今年 農作物統一代碼名稱是今年才發布 那一發布之後我們來做延伸就是說 再把他的我們的 農產品彩效領域裡面的這個資料 跟農作物統一名稱做一個整合 那為什麼要做這樣整合的是呢 也就是說這個統一的名稱跟代碼 農作統一的名稱代碼 他應該就是一個最大的集合 就是我們剛剛講核心一位 那很多的資料 事實上就應該跟他對齊之後 就整合在裡 比如說另外一個這個 農作物的這個價格資訊的部分 也應該跟他做一個產生一個整合 整合之後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哪一種的農作物它的價格 或是它的產量 大概是多少 那同樣的 我們的連接方式 應該還是一樣 就是透過URL方式 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個兩個部分 是使用了這個農作物統一名稱跟代碼 那下面那個 那個ISCODE部分 就可以連接到這個 農作物統一代碼的 詳細的內容裡面去 那這個內容裡面 當然就會描述更多事情 比如說他的這個農作物 他的品 品種品項品系的名稱到底是什麼 那你再點進去就會知道說 他的大類小類分類 比如說他這就是這個標準名稱跟品種 品項的名稱 他是什麼 比如說他是百米 那品項品項名稱裡面 接下來再往下延伸 就是跟中類跟小類 中類大類之間的關係 就可以一步步串接起來 那像這一種比較階層式的關係的描述 這個LingLater或是NoNageGraph Graph形態的資料的展 資料的表現就非常好 就可以很好有很好應用 那圖文片顯示的是這個 資料品種品項品項品項名稱跟小 就是小分類的名稱的關係 那就是小分類名稱跟中分類名稱的關係 那我們所使用就是用Skos的這個語彙 去建構他的這個分類階層的關係 就是Narrow跟Broad的職業關係 是窄跟寬職業關係 是表達這樣子的內容 好 那 這是我們今年大概新作部分 這個演講裡面大概就是在講說 當然這個資料語彙在資料整合中藥性 有很好的資料語彙的標準語彙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很多的資料串聯在一起 那 以他目前狀況來講的話 事實上還有很多標準語彙要制定 但我知道國發會有這個schema.gov.tw 但是這個內容事實上的應用還很少 那希望這方面也能夠維持繼續擴大 然後使得那麼多資料能夠整合在一起 那這個研究應該會持續 然後下一步我們還是會著重 就會著重在資料視覺化跟他應用的部分 這也是我們接下來會做的事情 那如果各位有問題的話 可以再...可以再拔穩 那我們演講就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 非常謝謝東坡 那接下來麻煩我們的 就是同仁可以幫忙把那個 兩位講者的影像露出來 那我們請東坡跟Ariel 跟大家現場在座 大家打個招呼 哈囉 哈囉 我是Ariel 嗨 東坡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進入到交流討論的部分了 那現在還是在提醒大家一下 我們現在slido上面還是有繼續收題目 然後如果你還不知道slido要去哪裡找的話 其實就議程表的部分 右上角有一個小小的鉛筆樣的圖案 按進去你就可以找到了 那我們現在上面其實已經有不少問題了 那我們可能分別就請Ariel跟東坡來進行回答 那第一個題目 我們應該看起來是應該給Ariel 就是台灣的房價所得比在全世界是數一數二的 政府推動實價登陸其實有一段時間了 但房市熱度仍然沒有降溫 請問能不能稍微比較一下 台灣和德國的實價登陸有哪些差異 另外還有哪些重點是台灣可以跟德國去學習的 哈囉我是Ariel 大家好 其實我的演講對於實價登陸平台並沒有太多的琢磨 所以這個部分的問題的話 我覺得其實實價登陸在台灣政府來講 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 那就政府單位的想法 應該是不只是提供只有買賣交易資料 可能也要提供民眾一些連年的 比如說租房資料 租房價格 那就像我租的一個地圖這樣子 那其實當然是可能可以一直解析到零裡的一個空間資料 解析度 那或許也可以提供一些其他參考資料 比如說像Accessibility這些Analysis 那或者是一些其他比如說像噪音地圖 或者是空氣污染地圖等等 那也就是說讓民眾在瀏覽這個平台的時候 還可以就是看到一些其他的參考空間資料 那協助民眾做一些比如說買屋購屋 或者是租屋的一些買賣的決策這樣 那謝謝Ariel的分享 那這邊的話就是如果大家有更多的興趣 就是歡迎就是之後可以再就是去多了解一下 台灣一些施加登錄的資訊 那接下來我們現在題目的方式 因為其實看來同時問兩位題目比較少 所以我可能會一下問Ariel 一題問Ariel 然後另一題問東坡 那現在問東坡就是說 台灣政府現在是否有資訊交換機制 如果沒有是否有一些可以從歐美經驗學習的地方 台灣政府目前確實有資料交換的機制 但是目前來看的話 跟國外相比的話其實還落後非常多 那這部分我希望台灣政府能夠再一步的直律思考說 我們的交換機制對於未來的願景是什麼 就是說無論是美國或是歐盟的機制裡面 他們對於未來的資料 資料整合的規劃都有一個想法 那他目前的做法裡面 其實只有一個schema.gov.tw的一個 的一個網站 然後請各個政府裡面去把他們 需要交換的部分提出來 但是這樣子的方式其實還不夠確實 因為很多政府大會其實不理解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以至於說 雖然有做了這件事情 但是資料沒有辦法確實的去透過這樣的方式 做一個整合 這也是我們需要再持續捲討的部分 我希望未來能夠做得更好 對於就是台灣政府現行的一個資料交換機制的一些建議 那下一個問題的話我還是先問一下Ariel 就是說 請問就是像City Science Lab這樣的組織 它是如何可以跟國家或是地方的政府真正去產生連結 甚至實際上去影響到政策的呢 我們的 Lab 基本上它其實 Founder 就是我們的教授是一個貴族 所以他一開始在推計劃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些私人的關係 去跟政府單位去建議說要怎麼去做城市規劃的一些相關的計劃的 就是等於說是planning啦 那我們覺得說其實因為像我們這樣的successful story其實不多 那像台灣的話其實也可以政府單位去跟民間的研究組織 比如說大學 那可能是空間規劃系或城市規劃系這樣子 那可能透過跟國外其共同進行研究計畫的合作 那可以借取國外的一些成功經驗 那可能可以進一步就是應用在台灣這樣 那謝謝Ariel對我們跟我們分享City Science Lab的營運 甚至給台灣一些不錯的意見 那下一個我們要詢問的話還是還在東坡 就是說最近其實台灣這邊鬧得很大就是美豬或是有人說來豬 那所以就是其實豬肉的來源產銷資料已經開始受到重視了 那這邊想要詢問說因為剛才分享比較多是針對感覺農作物的農產品 那不知道就是說如果今天是豬肉的話執行上面是否有其可行性 甚至有可能會遇到哪些困難呢 呃其實台灣的豬肉的產銷履歷已經有了 那呃但是數量不是非常多 就是說你在在政府產銷履歷的資料裡面 也看到有些豬肉的產品在上面 但是它的普及率沒那麼高 那現在面臨萊豬的問題的話 有一個可以比較有可能的方式是說 我們自己本土的台灣豬的部分 多數如果加入了產銷履歷 我們就可以保障我們自己的 呃台灣的豬肉在產銷履歷的過程裡面 我了解說它的產地到到賣場之間都可以了解 那如果沒有這個沒有台灣的產銷履歷的部分 其實就應該是從國外進口的部分 那就可以做這樣的區隔 那這個可能也是目前農委會在思考的方式 我只能說可能因為其實我們有被質詢過 但是這一個這一個部分的運作 事實上也要看農委會有多大的決心 要做到說這些資料完全要要開放出來 然後然後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是有可能透過產銷履歷的方式 去跟萊豬還有台豬的部分做一個區隔 那這個也是一個方法啦 嗯的確 不給我們這麼即時的消息 就是了解到現在可能農委會有在做一些什麼樣的考慮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想法 那這邊下一個題目 雖然說講到城市儀表版 可能是比較偏向Ariel剛才講的 就是那個Science Lab的一個資訊 但我相信其實兩位都可以一起對這題做個回答 那就是其實像台南高雄都會有所謂的市政儀表版的設立 可是這真的是民眾所需要的嗎 如何讓民眾看到這些資訊的價值 那這邊有個舉例就是說 可能民眾都會覺得與其都要花個 就是幾十萬幾百萬做這個錢 做這個東西 那為什麼不乾脆拿去鋪好一條路呢 那這邊我想先讓Ariel回答 那我們再請東坡回答 哎 我買 對 中坡要先回答嗎 OK 那就中坡先回答好了 我聽到我沒有聽清楚 我先回答 不好意思Ariel 儀表版的部分 我最主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城市儀表版 有它的因因存在 那它揭露了政府所做的所有的資訊 然後也讓政府跟市民之間 透過一個管道能夠互相的互相的溝通 透過這樣的一個平台 那重點在於政府公布的哪一些資訊 可以讓市民覺得有興趣 如果他只是作為一個城市儀表版 這些資訊市民並沒有興趣的話 那這個東西形容虛策 就好像剛剛我們講的萊豬跟萊豬的問題 那是不是能夠透過這城市儀表版裡面 把相關的資訊顯露揭露出來 在這個平台上面 如果他不行的話 他就是一個只是一個空殼而已 他並沒有靈魂存在 我覺得最大的核心的問題在這裡 謝謝東坡 那有請Ariel有幫我們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我本來沒有看過資訊儀表版 因為我已經蠻多年沒有回台灣了 然後我會覺得說 像Octopie這樣子的一個Touch Table的互動 的一個系統其實是非常好的範例 就是說可能買一個Touch Table 然後一個互動式的地圖放在比如說City Hall的Lobby 然後大家可以走進去 然後就是可以去看一下我們 政府開放的哪些資料 然後有哪些互動性的功能 然後大家可以try out 因為我會覺得 就是資訊必須要有視覺性的傳導 就是才會有communication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其實 或者是比如說資訊公開 就直接大家開平台 然後大家上去看 那如果民眾有意見 那在德國這邊的處理方式是 它其實是有個open petition的一個機制 就是說 民眾如果覺得對政策有哪個地方不滿 他就可以上網去開一個petition 然後所有的人就可以上網去投票 那如果超過一定的數量 比如說2000 那這個不分市政府 市議會答詢的時候就必須要回答 那我覺得這個機制 其實對台灣應該也是還不錯 可以考慮的 好 那謝謝Ariel跟我們分享 德國的機制 以及就是它對於互動性的一些想法 那下一題 其實也是想要再請問一下Ariel 就是剛剛分享到的open toolkit 想要解說 提到有蠻多不同國家的城市有在採用 那不知道台灣有沒有政府或城市在採用 那如果有的話 採用上是否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呢 例如說資料散在各個機關 我要再重申一下 open source toolkit 其實是一個開源的計畫 也就是說 所有人都可以上網去 破這個code下來 然後去建置一個地圖 互動性地圖 但是因為它是開源 所以也就是說 它的一個開發必須是 就是 還是要有工程師進去 就是注入它的這個能量 那也就是說 台灣政府當然我們是 就是open for communication 如果他們想要 透過我們的一些支援 就是說 教他們怎麼用這個系統 或者是 要怎麼去管理這些資料的話 那我們Lib就是隨時都可以跟我們聯繫 那我的email也有在演講裡面分享這樣子 有分享 那接下來想要快速問兩 東坡兩個問題 這兩個問題應該就是 大家真的很認真看簡報才會注意到的 那第一個是 幻燈片的正體中文字型是什麼 然後第二是就是剛有一個照片露出了一個 台灣開放資料等級 就是五顆星的馬克杯不知道哪裡買的呢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那個字體的部分 我剛剛可以回答Rio的 這個是那個 Keynote 就是Mac Keynote裡面的預設是 預設的中文字型 我覺得它應該是送體之類的 那杯子的部分其實它有點故事 就是說 就是過去我們在中原院 在中原院做那個Link Data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做的一個杯子的紀念品 那這個紀念品就是中文版的紀念品 也有送給Tim Bernersley 就是透過那個消警燈 那時候他那時候是在中原服務 然後他去參加W3C的會議的時候 也拼手送給他這個杯子這樣子 他是絕賣品 不好意思 對 就是東坡的關注 然後東坡也給我們很完整的回答 非常感謝 那這邊就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最後我都只快速 再問Ariel一個問題 跟東坡一個問題 那如果有漏掉了就很抱歉 就大家看有沒有機會 私下在Slick上面找到他們做詢問 那第一個先問Ariel想問一下 就是這類程式資料分析的類 是否有任何商用或商轉的可能 然後在德國是否形成產業或需求 還是只是跟隨大學或學術機構在進行研究 我們LAB確實是有商轉機制啦 就是說像是舉例來講 我們真心今年有一個新的5G的計劃 就是跟我們學校裡面其他的LAB 做一些室內定位系統 還有比如說高速WiFi City Wi-Fi 然後可能會想要開發一個類似即時 然後一個交通的一個狀況的平台 所以就是說其實這個部分也是有一些私人的一個 比如說顧問公司或者是資訊公司進來 那所以就是說不光只是市政府投一筆預算 那也是會有一些其他 就是私人公司一起做規劃一起做開發的部分 好那謝謝Ariel分享一下Business Model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回到就是說 請問東坡技術面的問題 就是產銷履歷的資料規模想必會持續成長 請問在資料倉儲系統效能 例如URL點下去之後的回應時間上 是否現階段已經遇到一些瓶頸了 這個問題其實還涉及到硬體的設備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是我自己的系統的話 的確是會有點慢 那目前所做demo的系統是出用Linode的一個主機 那如果說同樣的方式 如果放在國網中心的話 我曾經做過實驗 放到國網中心的話 他就會快速很多 那這樣子的資料整體方式 他本來就對於 在系統服務上面的loading會比較大一點 但是事實上他是機器在做一些動作 所以說我覺得 我覺得機器能夠去處理他 不一定是人要去處理他 所以loading大一點點應該是沒有關係 只是說他的處理的時間 的確會長就久一點 技術上的指導 那最後就是很抱歉 就是我知道還有問題 現場可能也還有興趣再問 只是我們時間真的已經有限了 所以可能就請大家私下到slack上找 像東坡或是Aerio 然後這邊非常謝謝兩位 今天就是在這麼遙遠的地方 還願意跟我們就是連線 給我們分享這麼多 謝謝兩位 謝謝 拜拜 拜拜